三伯人围着我 真够有面子的 拿着验伤报告 我返回警察局 当时已经是正午 折腾了整整一夜 加一个上午 我也有些疲惫 到了警局门口 看见门口站了不少人 随后我了解到 他们是三伯人 美国大使馆的 外交部的 公安局的 没想到这件事 让那么多人出面 正是如此庞大 我警觉地看着他们 精神绷紧了 心想 不管你们怎么说 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到底 绝不让步 一位女士 美国大使馆的 见我来了 立即笑脸相迎地上前 她态度友好 并买怀歉意地对我说 汪先生您好 我是使馆方面的负责人 得知我们同事的家人出事了 就过来想和您沟通沟通 您看 我当气摆手 说 这件事没得沟通 我懂法 哪人他就得坐牢呀 官员有外交豁免权 可官员的孩子没有 而且你们这些孩子凭什么打人 把我鼻子都打断了 我刚去鉴定过 法医说是轻伤 你们以为在任何地方都能霸凌人家 你们不用说了 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 对方又说 那咱们和解好吗 您看 我说不和解 一定要走法律程序 该判刑就判刑 对方见说不通 一时语色 双方僵在那 并非我得理不饶人 至今为止 没有一个当事人出面向我道歉 眼前 为了那几个外国孩子 竟然出动了这么多人 这么庞大的阵仗 这么多人面对着我 希望求和 他们的态度再温和 这也不是平等的沟通 我虽然站立 但也同样感受到 来自那三拨人的无形压力 母亲和我都经营企业 因而我有一些钱 也有一些朋友 但我终究还是个普通老百姓 这件事放在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 都会觉得愤愤不平 也都会觉得有压力 大使馆 外交部 公安局的人 哪一个都不好得罪 我因而想到 若我没有钱和朋友 解决这事会更难 我可能会怕 会妥协 会答应和解 曾经在国外留学时 有很多时刻 我都感觉自己孤立无援 受了欺负 也只能往肚子里吞 这句话说来 有些人可能会不理解 甚至觉得可笑 那就是 我比很多人更能感受到 有些时候 我背后是我的祖国 我不仅感受到 我自身的屈辱 还有国家的屈辱 每一次妥协 每一次迫于压力的和解 都让我感觉到 有人正在用鞭子 抽打我的国家 那些嘲笑我说 你别动不动就国家的人 就是鲁迅先生笔下 所写的 砍中国人头时 在一旁围观的中国人 他们是帮凶 我不妥协 对方没办法 但又不愿放弃 他们商量了一阵后 就坐在警察局门口 不说话 也不走 这时 我的几个朋友也来了 陪我坐着 就这样 四拨人都坐在警察局门口 沉默着 警察还在焦头烂额的 商量事情怎么解决 也没管我们 大家都这么坐着 本以为会僵持很久 结果没想到 那些大使馆 外交部的人 其实也是奉命而来 执行任务 到了下班时间 他们就都撤了 只剩下一个人职守 就是一开始跟我说 是使馆方面负责人的那位 天色渐晚 我们竟然在警察局门口 聊起天来 那种感觉很奇怪 白天你们是敌人 到了晚上 又能像朋友一样畅谈 彼时是四月 晚风有些凉 深夜 灯全熄了 往警察局里面看 黑漆漆一片 周围有一种静谧的气氛 让我忽然有些疑惑 我在这儿究竟是在干嘛呢 将近两天两夜没合眼 我累极了 那三个大使的孩子 还在警察局里被拘留着 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留下的那个人 不时和我聊两句 气氛很平和 我闭上眼睛 想稍微休息一会儿 可周围静极了 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古怪 闭着眼睛 头脑依旧思绪纷飞 这几天白天黑夜连轴转 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错乱 我想起前夜自己驱车 疯狂追赶那对父子的情景 想起自己一大早去敲朋友的门 然后满世界找那对父子的情景 想着想着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 我在德国机场被扣的那一回 那次我被囚禁了两天两夜 当时的屈辱和愤怒还在我心里 我想起当时自己被误解 被错怪 无论怎么解释都无际于事 现在一想起来 我的心口还觉得有什么堵着 脑海中还会冒出反驳和解释的话 这些话 当时都没来得及和那些德国警察说 对这些外国孩子来说 解决这样一件事太过容易 他们甚至不觉得这叫事儿 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 却一度陷入绝望的境地 于是我下定了决心